在中国咱们看到的自动提款机ATM都是由银行提供的 你走到商场里面看到的那些提款机也都是由银行摆在那的 没有个人做这个生意说我摆一个ATM机在那供你提款的 但是在美国事情是不一样的 个人是可以做这个生意的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美国人是怎么通过ATM机赚钱的 我是北美绝经黄永明 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海岛加威斯顿 下你的问号 投资美国房地产你需要很多的知识和经验 如何获得一种方式是亲自把每一个环节都尝试一遍 显然这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很高的试错成本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当然是有的 就是从有知识和经验的人那里直接学习 我的会员网站永明u.com 在这方面就给你提供了价值 在那里我本人和其他专家会用最详尽的方式 教你如何一步一步成功的投资美国房地产 提起ATM机 我们中国人的印象当中都是由银行提供的 跟我们自己没什么关系 但是在美国事情是不一样的 你走进加油站便利店或者是发廊 你看到角落里面摆一台窄窄的 不起眼的ATM机 通常那种ATM机它并不是由银行摆在那的 它是由个人摆在那的 这个个人呢 他和店主有一个合作的关系 我摆一个ATM机在这儿 你的客人可以来这儿取线 那每次取线呢 收一笔手续费 这个手续费呢 我分店主一部分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合作关系 别小看这么一台ATM机 它实际上是挺赚钱的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 它怎么赚钱 首先是ATM机 它的投入在哪儿 投入呢主要有本身这个机器的 它的价格 它呢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贵啊 那种简单的很窄的ATM机 它只有一个卡槽里面只能放一种面额的纸币 这种呢通常两三千美元 你就能够买到一台崭新的ATM机器了 如果呢你想买好一点的 比方说两个卡槽的 你能够放两种面额的纸币 你放个二十美元放个五美元 那好了这种呢可能要四千到六千美元 如果再好一些的也有一两万美元的 但是没有必要了 通常你花个三千美元买一台崭新的就够用了 接下来你的投入是纸币的那部分 ATM机里面的钱是由你放进去的 所以你要放个两千到四千美元的现金进去 整个ATM机加起来 你的投入可能有七八千美元 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网络的部分 这个网络怎么解决 ATM机它是要联网的 通常来讲呢 要么是由叫做ATM Processor 这种公司来给你解决 要么就是你自己在ATM机上面装网络的设备 去连接互联网 基本上就是这几部分投入 如果说还有的话 那就是安保方面 你每次往里面加钱的时候 是不是要有保镖跟着你呀 或者你自己要配枪 如果你没有枪的话 你要去买枪 这也算是一个周边的投入吧 总之不到一万美元 你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搞定 一台ATM机就可以放在那儿 开始运转了 那接下来你的收入在哪呢 每一次有客人来取现的话 它是要交一个手续费的 手续费通常来讲是每笔3美元 不管它是取20美元还是取200美元 那么都会收它3美元的手续费 当然这个呢 也取决于ATM机它所在的位置 在比较普通的位置 比方说便利店了发廊这种地方 那当然是3美元一笔啊 但是在其他一些比较特别的位置 手续费可以高很多 什么叫特别的位置 比方说酒吧 夜店 脱衣舞 俱乐部 还有像赌场这种地方 那客人到了这种地方 你说他想要去 跑到外面 我再找一个手续费低的地方取现吧 没有那个必要 你这个时候收它7美元8美元 它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在这种地方 客流量大 而且呢手续费还高 那算下来的话 你一个月可以收到上千美元的手续费的 你想想 一台ATM机上千美元 如果你同时经营五台ATM机 一个月就有几千美元的收入的 而且呢它还是非常passive 被动的一种收入 你可能每个周末去加一次钱就可以了 并不是说你必须天天在那盯着 这完全可以是一个业余做的事情 那讲了这么多 你收的这些钱当中 还有一些是需要算作你的支出的 比方说刚才咱们说 给店老板要分一部分 可能他会收个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十五 像好一些的位置 你可能要分他一半 比方说七八美元一笔的交易 那么你要分他一半 但其实你落下的也很多的 再就是如果你要联网 那么刚才咱们说的不同的联网的方式 是有成本的 如果你用ATM Processor的话 他每一笔可能收你二十或者二十五美分的一个费用 所以总之呢你基本上三美元大概能够拿到两美元 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收益 如果你花三千美元买了一台ATM机 基本上几个月的时间做得好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成本给收回来 那讲了这么多 你肯定也听出来了 这个生意当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位置 你这个ATM机他摆在哪 特别特别的关键 这个地方他客流量是不是大 而且人们的需求是不是高 通常比较好的地方呢 每一百个客人当中有八个人是需要取线的 而且好的地方是这些客人 他们不想要到其他地方找那个手续费更低的ATM机 他就在这取就行了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夜店啊 酒吧啊 脱衣舞俱乐部 赌场这些地方都属于这种类型的 那ATM机从哪买呢 美国最大的公司叫Cartronics 它实际上就在我所在的休斯敦地区 我们来他的网站看一看 这个就是Cartronics的网站 你看它一共在十个国家有二十八万五千个ATM机 他们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北美都有他们的分布 这里有一个地图可以看到 北美都有他们的分布 包括澳大利亚也有 新西兰也有 欧洲有少部分的国家 非洲也有他们的分布 然后如果你人在美国的话呢 你是可以看到它的ATM在什么位置的 比如说输入一个我以前住过的邮编77064 你就可以看到 你看77064有这么多他家的ATM 应该说有很多都是个人在运营的 我是北美绝经黄有名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给你带来了一些新的知识 不妨给我点赞 并且关注我的频道 你们很优秀 咱们下期再见